师父说,再多的热情,也会有耗尽的一天,再生的爱,也会有消失的一天,没有人不知疲惫,主动久了,会累,付出多了,会心碎,或许你也曾为了爱一个人,丝毫不计较后果,却始终没能换回他的在意。 就算累到失去自我,他却还依旧冷漠,你不是不知疲惫的机器,主动久了真的会累,真正爱你的人,永远会比你更主动,不会只是被动等着你的靠近,真正值得你喜欢的人,永远不会让你等,他不会舍得让你失望,或许你也曾用心付出过,却从来未曾被珍惜,到最后身心俱疲,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 单方面的付出只会让你的爱迅速耗尽,付出多了总会失望,背乎是久了总会心碎,真正适合你的人,会珍惜你为他做的一切,会看到你所有的付出,他知道你的不容易,心疼你受过的苦。 主动久了会累,付出久了会心碎,属于你的总会来,不属于你的永远得不到,该珍惜的时候别放手,该放手的东西别犹豫,余生很贵,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浪费。 你只有一个医生,别慌慨愈不害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— 吗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